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料理是麻酱面 我们是要准备的食材有 100克的拉面 30克的黄瓜 20克的红萝卜 5克的素油渣 适量的芝麻 适量的辣椒片 适量的糖 适量的盐 8克的酱油 5克的素蚝油 5克的果醇 5克的麻油 10克的花生酱 20克的芝麻酱 首先将芝麻酱 花生酱 酱油 素蚝油 果醇 麻油 倒入碗里 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糖 盐 把辣椒片 搅拌均匀 红萝卜去皮 切丝 黄瓜切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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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倒入适量的油 带油热后 放入素油渣 煎至颜色变身后 取出 在锅里倒入适量的水 待水滚后 放入红萝卜 稍微的烫一下 取出 继继续的让水滚后 放入拉面 煮至面熟后 捞起来 放到盘里 然后放入红萝卜丝 然后放入红萝卜丝 撒上芝麻 撒上芝麻 这样我们的麻酱面就完成啦 看起来又是一道做法简单 但却很好吃的料理哦 对 真的简单 又是一道很适合上班族或是忙碌的朋友们 短短几分钟就可以煮好一道料理哦 从这道料理的名称来看 它主要的调料应该是芝麻酱吧 对 没有错 芝麻酱又称麻酱 所以麻酱面这道料理的名字 就是从芝麻酱而来的 麻酱面也就是干拌面 以面和酱汁为主 如果要换成拌两面 一样也是可以的哦 哦 原来如此 那这次你用了自制芝麻酱做法 和之前我们做过的日式芝麻酱做法一样吗 不一样哦 这一次我只是将芝麻炒手后 倒入搅拌器里 再搅打到一半的时候 倒入芝麻油 交打至顺滑的状态 这样吃芝麻酱就做好啦 如果还是有些不清楚 想要看教学 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哦 好啦 我的面再不吃就要干掉啦 如果任何疑问 或想要跟我们一起学习的料理 欢迎在下方留言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别忘了按赞 订阅加分享 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动态 这里是一安食堂 我是小兰 我们下期见 bye 这次我已经一会儿了 我们下期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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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还能够